今天要上的內容也非常的重要 我先把幾個今天要講的重點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部分叫KPI 那當然等一下我就會告訴你KPI是什麼 然後它為什麼很重要 這個是我們傳統去看這個部分 是傳統我們去看資料的方法 因為在這個地方理論上應該是有很多會計科目要去看 那我們現在我只列了一個會計科目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那通常這個表格我們只會放一年 也就是說假設現在是第三季 這是你們可能要去思考到的 這個表現會是怎麼樣 再過來當然還有一個什麼 即時集合 那即時集合真的就是 就是考驗我們的專業 那應該今天講不到這個部分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大概知道 應該是下一次要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個集合 因為這個集合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們看一下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想大家應該我們都知道 資產等於負債加業主權益 那在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上面列出來的 像負債總額 那通常我們會拿負債總額 與權益總額來比 像例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看到了它的一個差異 來去說明這個地方 來去說明什麼 原來這個負債它的特性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負債的增加 那是問題嗎 不一定嘛 因為有些公司舉債 但是它可能因為它接到了一個非常大的訂單 但是我們必須要理解 這個時候可能拿另外一個變數來去做比較 我們就會知道說這邊的負債重要不重要 那當然這就是考驗我們專業的地方 好 那所以在這張圖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在這個資產跟業主權益的比較 你就可以發現好像到這邊之前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從這一季開始 後面就開始出現負債總額 這個增加應該是對這家公司是有影響的增加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先從上一次 講完 我順便秀一下作業 我上次是不是有請米門 我上次做的作業應該就只有前面做 做預測 就是三張表的預測 對不對 就只有這個地方的預測 第一張是 本期綜合損益總和 像例如說各位 這不難想像第四季 第一季是 最低 第二季 第三季 好 我想這邊我應該不用跟你們解釋 為什麼累積 為什麼損益表 他第二季一定大於第一季 第三季一定大於第二季 第四季一定大於第三季 但是會有例外 因為損益表 它是用累積性來去看的 了解嗎 你看剛好以台積變人來說 他的第一季一定在最低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有沒有例外 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例外 可以嗎 各位知道 損益表的特色 它是累積性哦 如果你們不了解這一點 這邊跟我們大數據分析 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們到時候要學把這一個 這一個點 第二季的值 我們要減去第一季 我才知道真正發生在第二季 當季的值是多少 對不對 有聽懂嗎 當我們今天我們要做比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拿累積到第一季 跟累積到第二季 來比 一個是一到三月 一個是一到六月 這樣子要比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我就必須要教你 那個函數要怎麼寫 好 可是在這個地方我不想要著墨太多 那個損益表我們是看累積的 但是這就是我的 我要先請你們寫下來理由 資產負債表為什麼不是看累積 你看資產負債表 台積電的資產負債表絕對不會出現這種累積性 這個叫做負債總額 它絕對是什麼 當季 它就直接秀出來當季 它絕對秀出來的是當季 的值 當然現金流量表也是當季 你這樣子比較 你只能比 跟去年同期的比 那通常我們在看 目標 通常我們在看KPI的時候 我們除了會看跟去年比 還會跟上一季的比 這個時候 這兩個點之間的比較 就會出現問題了 所以我是不是要還原成 像例如說第二個點第二季 它應該是4到6月的值是多少 才能夠跟1到3月來做同期比 聽得懂嗎 這種比法叫尋比 都要看 光是這個觀念要 請你們弄懂 然後接下來要寫函數 那個就是 下一次才會跟你講的 因為今天一定要先講完KPI 而且只能講完去年累積到現在的通期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第三個作業就是去看現金 期末現金與約當現金余額 我們其實可以大概看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教的是滾動式預測 所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 請看 我在這個地方 期末 像台 這是台積電 台積電 好 是什麼 我現在我要告訴你 因為到時候換你要告訴我 另外一家公司 或者還有10家公司 全部都要放在一起來去做比較的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 這個信賴區間是 統計的概念 這統計的概念告訴我們說 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2023年第一季 好 請看 這個點是不是2023年第一季 請問 統計預測出來 它的2023年第二季的時候 它應該是 成長 可是真實台積電的表現 是衰退 但這個衰退 沒關係 為什麼沒關係 是因為前面漲太多了 那如果我們說沒關係 但是我們要了解 這在 統計上 與真實之間發生的關係 通常我們會把這種 與統計 差異過大的點 作為 集合點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去單獨看這個點 你就會知道 什麼事情 它其實 真實已經發生在下降 那我們再透過滾動式預測 你有沒有發現 當它下降回來的時候 當它下降回來的時候 在2023年第二季 然後預測它的下一季 兩個數值 是不是就很準 所以真正發生問題點 是在這個2023年的第二季 好 那用這樣子的觀念 你可以再繼續往下 來去 探索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預計在2023年 這是第三季 那第四季 它會說 會達到 重新再達到這個高點 好 那我只是 我只是 告訴你 統計上 這個信賴區間 透過預測 得到的結果 有時候會跟真實數據 是會有差別的 那我剛剛所講的概念 我剛剛所講的概念 其實就是 當今天數值有差距很大的時候 如果數字 真實數字跑到下面 這就是我們 即時 要做 集合 我再秀一下 我還是要告訴你 就是說 反正 反正我就會 希望到時候 要告訴你 是這樣子的一個 暫停式的觀念 然後去做出類似這樣子的圖 讓我們在做財務報告 報告 例如說 這個是一個存貨 銷售分析的 時候 報告的方式 通通通通都不一樣 這就是 我們這學期想要 引導你的 第一個 我就先打開 我就先打開 我上次教 然後 從 就是我們上次上完課 應該要從作業完成的地方開始 因為不管怎麼樣 到時候我們每一張報表 我們是不是都可能會發生 把這個資料 至少希望這個字稍微大一點 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字太小了 好 那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們只要知道 就是公司名稱就可以了 怎麼知道公司名稱 它這裡面是不是有 這個上市公司的代碼 上市公司名稱 那後面還有類別 所以 我就想說 先把它做 也是在做資料清理 所以 我現在要請你們先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把資料來源 整個對應好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畫面就用一下 我們的資料 以我來說 我的資料 我是放在 還記不記得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data 我們有 三張 大料 的 各記 所有資料 都在這裡面 我現在 我現在為了上課 方便 起見 我先複製 然後放到今天 這是本週 然後 我就希望把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來源 整個換掉 所以 做法是這樣子 常用 轉換資料 常用 底下 有一個 叫做 這個 資料來源 設定 只有一個 三大報表 還記得嗎 好 點它 變更來源 把它設定好 透過瀏覽 找到我是放在 一別 教學 然後 2024年 的 這裡 只要選到 data就好了 確定 確定 關閉 做資料清理的方式是 為什麼要做 這個 公司代碼 還有 名稱 把它 獨立出來 是這樣子的 因為 現在這個字實在太小了 太小 就算說我今天 把它換成是橫的方式 它的字還是 還是 不能滿足我的一個需求 為什麼呢 這個字算變大了 但是我要一次看完 十家公司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希望把這個字 縮小 而且簡單 容易讓人看懂 那 怎麼做 我想到的方式 就是我只要留 股市 名稱 股市 上市 公司 名稱 就好了 所以 我 再從 原本的這個 公司 名稱 把他 資料清理 做出 公司代碼 以及公司名稱 以及公司名稱 怎麼做 第一 常用 轉換資料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是 複製資料行 複製公司名稱 資料行 第三個動作 再來 請 注意看 代碼 跟 公司名 中間 有一個 空格 這個 公司名 跟 瓜葡 哎 好像又有一個空格 所以 直接 取代 第四個動作哦 取代值 哦 對不起 不是取代值 而是 分割 分割資料行 依照 依照 分割符號 然後 他預設 他就告訴你們 就用空格來分 而且要勾到這個 每個出現 的 分割符號 確定 然後 然後 我相信你們應該記得住了 請問這叫什麼 這叫 公司 ID 就是公司代碼 就 所以 我們要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 公司 ID 再來 這一個叫 公司 因為已經有公司名 因為已經有公司名稱了 所以就叫公司名 後面都刪掉 這個就刪掉好了 移除 既然我們談資料清理 請問公司ID 他現在列出來是123 對不對 他是錯的 趕快 趕快動手來改 請把公司ID改成文字 會不會改 請把那個123 對著他點一下 改成 ABC 常用 底下關閉並耗用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請把這個地方 請把 負債總額 各位應該都有這一個項目嘛 對不對 請把他 點一下 這上面這一個 本來是這個 這個直直的呈現 請把他改成橫的 然後接下來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 他本來是不是放公司名稱 請改為公司名 關掉 就是 就是 請點這個地方 欄位 欄位 請關掉 然後 三大報表裡面 找公司名打勾 就做完了 這個的格式 我希望一個 挨著一個 所以 首先 格式在這裡 選到 交叉分析篩選器 格式 第二個 點格式 第三 我們這個 這個 交叉分析篩選器 的 設定 裡面的 值 有看到 值 你可以把這個字 稍微設大一點 例如說 設到 24 26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 請不要 反正你就自己數 123456789 這個就不適合了 請稍微縮小 例如說24 好 反正就是要10個 我們來做表格 我們其實在公開觀測站 他就已經幫我們做好表格了 舉例來說 他在下面這邊 什麼 財務結構 深大報表趨勢好了 我們在看損益的損益 損益 總額 他 他應該是類似放在 毛利率吧 那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他其實 幾乎每一個 他全部都 列出來 給我們參考 像 這個表格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我們自己的資料 表格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決定好 我這個地方放什麼 好 空白地方 點一下 我請 各位點選的是 這個 舉證 舉證 那 你要知道 我們要放的是有資料列 資料行 還有 值 那我想 當然 如果說你要一口氣秀出 十家公司 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放公司名 它會自動放到這個列的地方 那接下來各位應該知道我們都是按照時間來放置的 什麼時間 像在這個地方 各位應該可以了解 這邊就是 請問我們是先放2013 2014 2015 是這種順序 還是放2023 2022 2021 好 其實我們重點是老闆只想要看現在 這一年就好了 所以 我們先不考慮怎麼放 但至少你要知道這個欄 這個資料行就是放日期 請勾日期 可是他會放到資料列啊 所以 這個日期要放到資料行 這才是正確的 而且 這裡面我根本就不用放日跟月 我只要放年跟季 這就是我們的資料行 而且 你還要 你還要 點它 向下探索 再接下來 請問我們這邊這個叫負債總額 所以是不是 勾負債總額 我不太喜歡在300多個會計課目中找 那就 用搜尋的方式 負債總額在這邊 當你勾了負債總額 它就會直接放在這裡 我們 這張表 你其實你會看到有2013 2014 其實都不需要 我其實我只要看 來 畫面就讓一下 我只要看 那一年就好了 例如說現在在 2023年 我就只要看2023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 同意吧 好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點它 點這邊 三選 三選 這個 年 點它 請改成 請進階 這個三選請改成前N項 前 一項就好了 那 所謂的 上 一 這個上市值是往前推 就是現在的這一期 好 叫做 up 一 然後 依照什麼值 就依照那個日期 依照日期 請把它搬到這個地方 而且是什麼 最新的日期 最晚的日期 一 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這都翻譯過來 最晚其實就是最近的 靠用栽選 你就會發現你在這個地方 你只會出現20 對不起 這個這個字稍微要放大 就只會出現 這個2023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可以嗎 沒有別的 也不需要 你放太多 那個 會計主管就會在那邊一直念數字 好 所以不是他 千萬不要放到其他年 這個叫做同期幣 那當然我們看的就是什麼 2023年 例如說 現在 現在 你覺得 你覺得在這個負債總額 我們現在談的一定是這個值 例如說 台積電 台積電一定是第三季這個值嘛 對不對 這個值 他要跟誰比 他要跟2022年的第三季來比 他要跟2022年的第三季來比 聽得懂嗎 我的意思是說 這邊是不是看到2023年第三季 跟誰 跟誰 你稍微看一下 你稍微看一下他的值是不是211開頭 然後1234這個 189 開頭 我看到2022年第三季 我看到2022年第三季 189 他那個比例 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可以了解嗎 可以了解嗎 簡單的說 你今天講說 我們成長了10% 跟我們成長了什麼 3258億 1000什麼的那個數字是沒有什麼很大意義的 因為10%大家可能會記得住 可以了解嗎 好 這就是資訊 一定要記得哦 後面 期末報告的時候 我要訓練你們就是 請你不要念資料給我聽 給老闆聽 你一定要念資訊 給老闆聽 好了 怎麼做這件事 我現在是不是要去計算 台積電 的 2023年第三季 負債總額 所以 所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先算在這個地方好了 負債總額 找到負債總額 請注意哦 負債總額 這個負債總額 我們要知道的數字 一定是 我不曉得各位 知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我們要設這個 2023年那一期 主要是因為 因為假設你今天你放了一個日期 對不起 這觀念必須要跟你講 日期 然後 我們放的是日期階層 日期階層其實只要放日跟月就好了 那 例如說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我們 我們 因為 因為所謂的一個戰情勢 就是 你還可以往前 去看長期趨勢 所以 現在 我們是不是都在2023年的第三季 這都是 這邊2023年 那 如果你今天 是畫2022年呢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會自動變成 紫繡2022年 聽得懂這個技術的使用嗎 這個會 一直重複出現在戰情勢裡面 好 所以 我是 我是想要請 各位一定要知道 就是 就是 剛剛這個 最晚出現的那一年設定方式 好了 所以 我現在 請問 我要先 算 我要先算 台積電 就是 通常我們在比 一定是比這一期 也就是 2023年第三季 的這個值 它要怎麼算 好 算法其實很簡單 首先 我 為了節省步驟 我要算的是負債總額 所以我會先找到負債總額 接下來是寫函數哦 所以你們一定要知道 所以你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要先 算 算 的是 我們要算的是 叫做 這一年 截至到 這一天 就是2022年 好 例如說 假設我現在是2023年的第一季 台積電截至到2023年第一季 他的負債總額是多少 這個函數叫 YTB 好 You To Today 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就來觀看一下 怎麼樣去做出來 滑鼠右鍵點它 然後 新增快速量值 記住啊 這個新增快速量值就是做 函數 做函數的設計 接下來會大量一直在講這邊 好好聽 接下來呢 他有非常多字式的公式已經 已經寫好了就放在這邊 請問我現在是不是要去算 年初到現在的值 在這裡叫做時間智慧 年初契經的值 可以嗎 年初契經的值 然後接下來在基底值 剛剛我先滑鼠右鍵去做 所以他這邊已經幫我選好了 所以這個累積值 所以這個累積值 有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日期要新增資料 請去新增這裡面的日期 打勾 然後新增 然後新增 就這樣子 就這幾個動作 可是我現在 我要 如果我要去畫這個 負債總額 Y T D Year to today 現在是到 哪一個時間 現在是不是到 2023年第一季 所以你就 使用它方式很簡單 例如說 卡片 卡片 然後 勾選它 勾選這個 這個值 這個值 我先直接做格式 因為等一下還會再重新 幫你做一次 這個圖說文字 請把它的 它的單位改成5 然後 沒有小數位數 然後 最好是 最好是各位應該習慣 三位要一批 這個值 就等於這個值 有沒有看到 1952 946 750 可以嗎 好 那我們點第二季 選到第二季 有沒有看到 它是 累積過來的 因為它一樣是從年初 算到現在 所以 第二季 它就把這個數字 加這個數字 加起來 放到這邊了 可以了解 我們 現在知道第一個數值 就是 年初契金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數值 是要知道的 就是 如果說我們今天 如果 如果說我們今天 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 其實要算 也就是 算 最後的那個 計 我不曉得 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值 這個值 它應該 要算的 其實只有這個值就對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繼續來去做 第二個函數的交講 就是 這個值 台積電第三季 台積電第三季 這個值 它跟 它跟 一 一 二 三 四 它跟2022年第三季的 個數百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億 十億 這個是18億 2022年第三季是18億 然後2023年第三季是 21億 個千 它的 它那個背景 它的 計算的單位是千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它這個兩個的 差異 它這兩個的 比值是多少 接下來 我要介紹的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剛剛介紹的 它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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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ytd 它叫做 total ytd 好 那 我要請你們再做一件事情 針對這個函數 針對這個函數 因為它是用 它是放在時間智慧下 所以它一定要有時間的控制 可是我們現在我們是不是直接用卡片呈現出來 我不需要有時間 控制 所以 請把這個函數裡面 這個if 一直到這個地方全部都刪掉 還有 還有最右邊這個右刮骨請刪掉 我只要留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內容是不會變 只是它就不受那個時間的約束了 好 來 麻煩請點這個叫做負債總額的年租契金 所以你把剛剛的時間控制把它給關掉 做去年同期的比較 就是這個值 221 這個這個數值其實實在是很大 那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 這個與去年來去 比 它的一個 看是成長 還是 還是 下降 所以 一樣 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 這個第二次使用快速量值 滑鼠右鍵你點它 這個地方其實 會變成什麼 就沒有那個新增快速量值了 因為你已經開啟了 所以請把 這個地方就直接點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選擇的函數叫做 與去年相比的變化 也就是說 現在的第三季跟去年同期的第三季來比 這叫同期比 然後接下來這個期間有沒有看到 這個 這個1 所指的 因為我的單位是去年 去年 這叫1 那如果是2的話 這叫前年 這樣聽得懂嗎 好 可是我要告訴你 你如果有一天 你去做那個 醫學的應用 你才會出現這樣子的應用 否則 你基本上 我們沒有人 會去拿 去去跟 兩年前比 我目前還沒有遇到了 好 但是我們醫學 是有這樣子的使用 好了 新增 記得哦 我們選擇的叫做 與去年相比的變化 這個函數呢 這個函數 他 不是新創 他就很單純的 去做 就是說 2023年第三季的負債總額是多少 減去什麼 2022年第三季負債總額 被誰來除 被這個 2022年第三季的負債總額來除 好 這個公式的推導 我覺得應該不是很困難 記得 所以最後做完這件事 請把這個時間控制項 把它給都刪掉 Delete 然後這個又刮骨也刪掉 各位那個衣服我就不想講 然後 你一樣用卡片 做一個卡片 然後請去勾 負債總額與去年相比 這兩個都是時間智慧 好 那這個值 例如說 當我現在 我比的是2023年第二季 你跟2022年第二季 好 它還是成長 第一季 也是成長 時間軸 這個時間軸趕快做 好 來畫面就用一下 這個 這個等一下你們自己去 一定要完善 做不出來一定要提問 我先刪掉 這個時間軸 時間軸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各位 首先各位 你 因為是要拿時間軸來做篩選 所以一定是點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把日期 日期打勾 可是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選擇 這樣子選 它到時候會出現一堆的錯誤 它因為我們是透過 階層 時間的階層 所以一定要把它變成 變成 格式 交叉分析篩選器 選擇不是之間 而是什麼 垂直清單 這個垂直清單 是不是就是 一項一項把它列出來 對吧 這又是另外一種方式 來去呈現 就提供給你參考 因為本來真的預設 我們這邊是用磚 這是磚 那 當然啦 我其實後面 我還是會引導你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 我們看那個記的報表 我們也是把它做成磚 然後你點它 它圖就怎麼直接換 這一招是你一定要學會的 可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你選擇 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選日期 然後 在這個地方 麻煩你先選擇這個日期階層 你先選日期階層 它 連這裡面可能就不請你去做了 好 那我剛剛做的叫做什麼 這個格式 交叉分析篩選器 選項改成垂直清單 其實我們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只放 2023 2022 2021 你以後出去外面工作 如果 如果說老闆請你這樣子 也要求你 這是合理的 好 所以 所以 你要多做一件事 排序 依照什麼 年 然後請問是什麼 地增還是地解 地解 選到這個 交叉分析 日期的交叉分析篩選器 請格式 格式裡面 1234 這視覺效果就四個 第一個 第一個 交叉分析篩選器設定的選取項目 請把 請把以控制進行多重選 關掉 全選 打開 然後 我重點是要請你勾這個全選 然後 通常 通常 我們 這樣子的話 了不起 只要留個 留個 近兩年就可以了 然後關掉它 關掉它 你看這些數值都是 其實會一直在變動的 好 請你們 來去做 全選 好像 請大家 請 吃 8 8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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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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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会希望知道去年 累积到第三季是多少的那个数值 画面就用一下 我就要直接去改函数了 麻烦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负债 我至少把这一段讲完 就是第三个函数 第三个函数是这样子 这叫负债 去年契机 第三个函数是什么呢 这一个函数麻烦全选 这内容全选 这个内容全选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新增量值 直接贴上 记得是新增量值 直接贴上 这叫前一年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叫 请输入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SAME 它会直接带出来 就只有这一个唯一 没有例外了 只有这个函数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商业智慧 时间智慧 TAP键 然后又刮符 这样子我们就把前一年的 那个年初契机给算完了 请你们重点是 重点是回去 一定要练习 去算这个本期综合损益 总额的YouTube Today 跟年初契机 跟那个与去年同期相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启莫尔现金与约当现金的 年珠契金与去年相比 以上作业可以了解吗